- 吃了整個瓶了 - 笑了 待會再笑了 好美啊 這裡很有感覺啊 Porkland 距離瘟狼 駕駛大約一程差不多要5個小時 然後我們這次就前機有生日 借機我們來了一個很簡單很短的路旅程 就走來Portland住兩晚就回去了 然後Portland其中一個 因為我和機仔都喜歡戶外景點 就是這個對著太平洋的 叫做Cannon Beach 我忘了帶太陽眼鏡來 基本上大家一上Google 已經看到這塊巨石 它是距離沙灘有些距離 所以拍出去的時候 還會有些碎面的倒影 然後外面就有太平洋了 今天也有些風的 所以我戴好那些帽子 怕吹傷了 那塊石很帥 是啊 冬天不算是一個很適合過來玩的季節 因為水又冷又帶風浪 不適合滑浪 是啊 有沒有人滑浪嗎 沒有現在也 但是我想夏天會旺長很多 我們剛才搜尋過附近很多Airbnb 就算你不住Airbnb 其中一個酒店都已經有很多房間了 可以想像到它有這麼長的沙灘 你看看後面有一個木 夏天應該是很爆的 看到很多人來這裡衝浪 來玩的 太陽很好天 而且溫哥華的沙灘很小 而且這裡的沙灘真的是沙 是啊 我們溫哥華很多沙灘 黑色的 主要都是碎石仔 石仔 這裡真的可以乾一點 或者沒那麼冷的時候 可以在這裡鋪一張石 挺漂亮的 還有這個沙灘超長 就是我們這個沙灘已經可以走很遠 之後整個Porkland 對出太平洋 沿岸有很多很多沙灘 可以一角駕去Explorer 很漂亮啊這個感覺 讓我靜靜地享受一下 桌子 天啊 Oh my god! Look at my pants! 落冰粒 落冰薄啊!我的腹都塞了 落冰薄啊!打到臉上很痛啊 突然之間瘋了 突然之間落冰... 好痛啊!不可以向風 那些冰薄打到臉上超痛啊 哇!彩虹啊!彩虹 去那邊吧! 哇!整個啊!彩虹 有彩虹啊! 是啊!很漂亮啊! 太平洋附近在海岸的天氣很誇張 剛剛來的時候還可以 然後還是多雲 突然之間落冰了 現在整條褲子濕透了 然後轉頭又出了太陽 光線都不紅 哇!藍天啊! 對!很漂亮啊! 我們一起自拍一張好嗎? 哇!很漂亮啊! 這個角度拍一張照 很漂亮啊! 那我們現在呢 又去到一個新的景點了 我們前面那個 就是剛剛在Canon Beach那裡 那個Haystack的石頭 遠一點 最大的那塊 我們在海灘那裡 正對著石頭拍出去 現在我們繞了一些山路 是那些臨間小路 都很推薦大家可以試試駕車走 因為平時呢 通常在… 即是說駕車 你很難有那種感覺的 那種感覺呢 駕車是像是你行山 是人行的感覺 那條路隔壁就是那些參天巨樹 很有感覺 大家可以試試看 然後呢 駕到上來 有一個開闊的平原位仔 然後呢 就看到剛剛Canon Beach那裡 那我們呢 從這個打側的角度看過去呢 還可以直接看到 那些海浪一層一層拍過來 感覺都挺壯觀的 而且呢 現在的天色很好 那些太陽 那太平洋那邊一望無際 而且感覺上天浪氣清 但是其實今早是下雨 我們在海灘上面是落薄的 那些不好的天氣 就是這樣 那些海洋式氣候 就這樣吹進去 所以那邊 大家看到Canon Beach後面 其實是萬松山 很多一層山 山一去到海邊 那邊就蒙了一點 就像層次一樣 我們這邊就有些太陽照著 很舒服 然後前面就是有 近一點我們那些 好像是Bird Rock 總之是另一堆小石 然後遠一點就是Canon Beach 那個Haysack 然後之後沙灘 然後再遠一點就是山 這裡很夢幻 有前景有後景 然後有些草地 很舒服 這個角度好像漂亮一點 什麼啊 那些浪好像漂亮一點 對 這個角度的浪 你會看到它的層次感很強 而且是一批一批 從太平洋地衝進來 很棒啊 這裡 很有Feel 這個位置 我們應該是Summer Time會再來的 我們要不要走下去 好啊 喂 喂 喂 啊 離岸樓啊 最害怕的這個 是啊 然後可能突然會被浪蓋 有木頭撞 然後原來有石塌下來 還有一個巨胎 這裡有很多危險性 是 可以看日落啊 是啊 是不是啊 是啊 拍一個近一點的照片 已經很近了 是嗎 頭好像大了 為什麼好像很滑 是啊 是啊 Absolutely No Entry 隨時會掉下去 哇 哇 好靚啊 哇 那些海岸很清楚 哇 好靚啊 超靚 好靚啊 好靚啊 好久有沒有見過這些海邊的景觀 這個角度好像那些 美國哪裡啊 太平洋路啊 不知道哪裡 我想在冰島而已 我們去Iseland的時候 都會有些海邊的景觀 有類似的感覺 不過會再 凶狠一點 就是沒有那麼 現在很溫暖 冰島的風更厲害 跟著所有的沙 那些山都是黑色 沒有樹 就是再 爐一點 好嗎 哇 好靚啊 那些海龍 太平衡了 好靚 哦 哇 我們駕駛了三個多宗車 由Hotland駛駛進來 一路上就看到不同的風景 有好像很加拿大式的雪山 河流 接著一出了 過了那個Way Pass 開始下山 就進入了一些 越來越乾旱的感覺 溫度越來越高 然後黃土地 但是沒有樹 這個過程可能會半小時左右 接著就到了這裏 這個是我一直想過來看 它好像一個冬季牧場 它不是將一陸圈養的 它們都可以上山 但可能幫它們過冬 有些義工在這裡餵一些食物 所以你會看到大量的陸聚集 很多 遠距離了很多 對 其實很多 這裏近有些 那邊還有很多 後面還有很多 我們今天錯過了 因為1時半 有一個車 大家可以參加它的遊行程 坐在車上 你會很近距離見到 不過我們趕不及到7時 1時半 所以我們現在是2時多 已經錯過了一個遊行程 只可以在這裏看 其實如果你買了一個 Discovery Pass 只要不是 因為現在是12月到5月 類似它是冬季的休業期 就不可以駕駛車進去 自己的Discovery 一定是坐在車上 或是站在那裏看 如果我們有機會再過來的話 應該就可以駕駛車進去 之前去Bank和Jasper 都是一兩隻 第一次看到這麼多 一批 全是野生的 對 這是野生鹿 在這裡吃草 牠們的叫聲很有趣 啾 你看到那兩隻打架 哪裡 後面 對 在那裡 吃飽在那裡打 對 但好像不太激烈 輕輕地 在較量 聽到聲音 對 打完了 打完了 不見了 那位 遮住了 還在打著 沒有觀眾看他們打的 我們 有一兩隻看著他們 沒有觀眾看的 有很多鹿 有很多鹿 聽到他們的鹿 碰撞的聲音 我那個吃草食道 咬著一抽 周圍飛 隔劍 對 為何身體沒有毛 只是頸也沒有 這是它的特徵 還是 不知道 打完就臭 對 對 對 打完就站在 對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感覺他們 好像不太激烈 的針打 好像在那裡 玩 那樣 因為有時 上網看到的影片 針打那些 是難解難分 很暴力的 不是 對 不是 是嗎 對 這個不用爭 這麼多 那倒是 為何那個公鹿吃到它 對 吃到整個頭都是草 哈哈 我試試看 等一下 顏色都看得很漂亮 這隻很圓 看不到 彈回頭 那隻一起 嘩 那兩隻 看見嗎 兩隻母鹿 用腳打架 對 挑起了 剛剛兩隻在一起 對 它挺容易打架的 哈哈 哈哈 多少真牛 土地問題 可能 暴躁 吃草 鐵絲網 為什麼它摸 又不是野獸 神經病 這些不用有電 我聞到 那些 可惜這個距離很遠 我們從Portland 因為我們去了Portland三天 就打算回程繞一繞這裏 但其實從Portland 回到Vancouver五個多小時 我們加一加這個旅程 三個多小時才來到這裏 我們從這裏回到Vancouver 差不多要四個多小時 所以多了兩個多小時的時間 所以這次來的應該不會再來的了 再去探索其他景點 大家有機會 如果喜歡野生動物的朋友 如果去Portland 玩 可以考慮一下 能不能繞路過來